近年来呢 台湾人非常的喜欢这个羊驼 在新北三支的一家咖啡厅 竟然提供了羊驼的出租服务 两个小时就要收费 一万六千元 非常的贵哦 但是没有兽医或者保务员的陪同 而且这些羊驼的身上的毛 都已经严重打结了 也有皮肤炎 是不是涉嫌虐待 农委会说 真的有照顾不忠的情况的话 将会对业者开发 咖啡店要经营得好 势必要有自己的特色 位于新北市的一家咖啡店 就用可爱的动物吸引客人 这里除了有美丽的海岸风景 还有可爱的羊驼可以观赏 并且与它近距离的接触 但却传出店家提供羊驼的出租服务 两小时一万六千元 让可爱的羊驼成了业者赚钱的工具 我是觉得让新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假如我有时间的话 我是OK的 没有人真的付我一万六 然后我成功带出去做 并没有 耳朵榜人士担忧的是 羊驼如果到了陌生的场合 是否会有适应不良 且有照顾不佳的状况 是否涉嫌虐待动物 农委会则是表示 假设照顾不周属时 将会对业者开发 记得许曼家竹光红 新北市的采访报的